接下来我们已经准备了三道甜品等着你品尝 紫母薯香蕉冰沙主要的材料就是国王香蕉 天然紫薯 印尼甜米粉 橙汁加冰块 牛奶和糖浆混合在一起 我们首先把香蕉预先煮熟 然后把香蕉放在紫薯皮上卷成筒形 之后放入蒸锅几分钟就可以了 印尼甜米粉是由米粉和黑糖配置而成的 我们把紫薯和香蕉放入印尼甜米粉之后 添加橙汁加冰块 牛奶和糖浆食用 印尼甜米粉让天天感到很惊讶 因为与天天最喜爱的甜品相似 第二道是榴莲酒酿甜糯米 甜品内的材料包括冷橙汁 榴莲和发酵的黑糯米 酒酿甜糯米必须预先制作 就是由黑糯米与发酵粉混合在一起 在温度里收藏四天 黑糯米就会发酵成搭笔 随后就把榴莲的果肉混合一起食用 根据医学 黑糯米有很多的健康功效 其中可保持皮肤的柔嫩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解毒 恢复器官功能和身体代谢 第三道甜品就是榴莲糯米冰沙 这道甜品是由糯米 烤椰子果肉 和来自西苏门达腊区 湿地加兰市的榴莲肉所制成的 首先我们把糯米放入锅内 不许加油 与椰汁搅拌均匀 直到香味突出 然后把榴莲果肉夹在糯米上 撒上烤椰子的果肉 这样我们的榴莲糯米冰沙就做好了 榴莲对身体很有益处 因为它的果肉富含丰富的异性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 铁 硫胺素和黄素 鲜 纤维 叶酸 钾 钙 磷 钠 铜 维生素A和维生素C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榴莲果肉对身体很有益处 可是食用过多的话 对身体健康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观众朋友 你看这个甜品已经出来了 这个是紫薯香蕉冰沙 我的有那个糯米 酒酿糯米 酒酿糯米 还有这个榴莲 来 天天你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榴莲我已经吃过 但是那个糯米 酒酿糯米我没有吃过 所以我来试一下吧 没有 它其实是黑糯米然后发酵 好像有一点点酒的味道 但是没有 根本没有谈酒 因为这个被经过那个 酿的那个过程是吗 对 所以那个酒 有一点像酒的那个味道 突出 但是是甜甜的 对 是甜甜的 甜甜的香香 好 我来试一下这个 你也试一下啊 这个 不好 这是什么 这是紫薯 用紫薯包起来的香蕉 香蕉 很好吃啊 它的香蕉很新鲜 而且它这个植树没有那么甜 所以香蕉有点甜嘛 然后植树没有那么甜 这样子配合起来只是刚刚好 然后那个香蕉很嫩 但是那个木薯有一点那个 似乎的那种 有弹性的感觉 超级好吃 对吧 所以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康美食 我是美琪 我是天天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MetroTV 知识到 ELEVATE